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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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時候發現女毛球是你獎父 幼稚園吧 幼稚園就發現了 幼稚園爸媽帶我去打 是他們自己的資金 對他們 可是我打了之後他們就比較少再打 因為他先輸給兒子 開始很認真打的時候 功課有沒有受影響 老師就有特別誘待我說功課寫一半 是喔 真的真的 就是人家寫一行就寫半行 為什麼老師會這樣獨特 對可能就是看我們練習時間太久吧 然後回家就是沒有太多時間再去寫 那時候你已經決定了嗎 或者你已經有一個目標了嗎 就是未來就是要當選手 對啊 我未來是要打奧運的金牌 這個目標是你的 對我自己想 是你自己想的 那你告訴你周邊的人他們有什麼感覺 朋友很少問我這個問題 就爸媽比較多 就是問我 然後他們就感覺很開心 就是說我這麼小就好像有個目標 這樣的家長是在台灣是很特別嗎 算很少數吧 因為大部分的家長都會很擔心 小孩子學了體育之後 功課落後啊 跟不上啊 喔 因為你很清楚你的目標 你不會想說 喔我跟妳拼國語了 我跟妳拼數學 我跟妳拼這個幹嘛 我是想說這麼多人 你看這麼多人在讀書 可是打羽毛球 就這些人 就要當這些人 第一這樣 對對對 看你現在呢 現在世界排名 第七 第七 世界排名 第七 恭喜你 Plan B啦 就是我們常常有Plan B 就是我的夢想就是這個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我還有這個 你知道 那你有那個嗎 Plan B的概念 沒有 完全沒有 我覺得那時候我有去過小演講 然後 小朋友就跟我說 怎麼樣才會更有自信 我就說 很簡單啊 他們也是羽球隊的 我就說 假如說好 你三天不練久 五天不練久 你再去跟人家比賽 你覺得你有信心嗎 這隻信心是從平常累積出來 而不是 在場上說 我很有自信可以打敗他 而是說 你知道你有什麼東西 可以去打敗人家 因為他們說 怎麼樣才可以贏 我就說你要發展你的特色啊 然後你要練習比人家多嘛 你天分沒人家高 那你要怎麼贏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贏 所以我就說 那你就是要比人家多苦練嘛 你就是天分不夠 你就是要去想辦法 對啊 所以 我覺得從這樣出來的信心才是真的 我之前有看一本書 就是說 現在比較懶惰啦 可是如果以後沒有創意的話 還是要這樣練習 就是每天要想四個idea 那個十個idea 可能是故事的想法 或者一些創業的idea也好 反正就是動頭腦 寫下十個 你覺得很新的idea 每天 這樣也是一種去練習 我把頭腦也當作跟你一樣 就是肌肉 自己去練習 對 那本書是說 如果你想十個 你頭腦會 想到第九個 第十個 好像頭腦在流汗 快爆炸了 對對對 就是有這樣 天天早起 然後去想四個idea 這個經驗 覺得說現在每個禮拜 出新的影片也好 或者idea 都蠻自然的 不會去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都就會出來了 你也知道台灣的教育 我不知道台灣的教育 可是印象中就是 很多考試 對 他們都被關注一種觀念 就是 你只要做升學就好了 就是你只要升上去 欸 這個階段你升上去就好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後面的路是怎麼樣 就是 只是 都是只是為了升學 那你一開始就鎖死了 當然他們 觀念就是 被困住了 每一個人都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他們有自己的目標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就放手讓他去做 嗯 我就說 可是要給他觀念 要做就是要做到最好 對 你要做音樂家 你就是要做酷偶的 你要做 像我個人說 你就是要做 要做最好的 要不然 你怎麼跟人家比 可是我就是 覺得多給他們接觸吧 對對對 你不給他們接觸 你就說 不行 不行 你的路就窄了 你就說 你去玩一下 去玩一下 就很多啊 說不定他就 剛好就找到一個他很喜歡的 他又很有天分 假如說 你爸媽不支持你打羽毛球 你覺得你會怎麼樣去做 我用 我用 我用成績跟他們說話 我就說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你沒有跟他溝通 他也覺得 你做這個幹嘛 你做這個 沒有前途啊 什麼的 因為他看不到 可是你 重點是你要讓他看到 嗯 因為他原本就沒這個觀念了 對 那他只會把他的觀念 加在你身上 對 可是你是要 上來的 年輕的 你必須要 讓他看到你是真的要做什麼事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你要 不只要跟父母溝通 你要 認真讓他看到改變 那當然 中間還是 會有挫折 就是在2014的時候 就十連敗 這樣子 一出去就輸了 你是發現到什麼問題 就心態問題吧 就心態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技術問題 心態比較 比較 層面比較大 是是是 對 可能就輸贏看太重 因為你就知道 可能有時候獎金比較多 啊 就我要贏啊 還是怎麼樣 反而你輸贏看太重 反而會輸 對 就是你會 身體會緊 就把那個十連敗 把你那個問題挖出來 對 你就要好好面對 對 你就是 你在面對 你還是繼續輸 那種感覺 對 就你面對了 因為你可能 如果你偶爾輸而已 那不是什麼大問題 對 你才會去重視 對 也應該很感謝你有那個十連敗 對啦 就是因為十連敗之後 我有一段就是十連勝 就是 我贏了兩個公開賽冠軍 然後 有一個公開賽頂級 就打到四強 就是連續一個很多場 有一個名字就是Fail Forward 就是往前失敗 對 不要失敗就 不要再碰了 就要往前失敗 就去失敗吧 對 回到台灣的提起好了 就是很多小朋友的夢想啊 跟他們家長的想法不一樣 比如說家長很想要他們就好好 讀書啊 當個律師 當個醫生 可是 我要當Youtuber 那你對這些小朋友 會有什麼 這是你 你的人生 不是你父母的 這是你父母想要你的人生 不是你真的想要去做的 它裡面有一個舞蹈靈魂啊 或是有其他靈魂 就是你不能把它鎖在裡面嘛 就是你必須 就是讓他去 讓他去展現他的天分 展現他的才華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那個條件 從外面看 不是 他們每天都聽到負面的聲音 就是 那有可能 你對他們有什麼話 有什麼 其實也很多人也對我說 你不可能達到世界那麼前面 你才是最清楚自己的 你先相信自己 你管他說什麼 好